我們再稍微玩一下,我們再稍微玩一下連接的部分,像是我們的發送端,這個是接收端,這是發送端 我們稍微再繼續玩一下我們連接的部分,像是我們現在的發送端 我們稍微再玩一下我們連接的部分,我們再稍微玩一下,然後測試它連接的孔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它的連接HDMI的部分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它的HDMI連接的部分 像是我們現在的發送端這邊,有一個鏡是從相機進來的 有一個輸出可以直接輸出到一個螢幕上 所以你在拍攝的時候你可以相機上面直接掛到一個螢幕,就可以即時看到,而不用就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,我們再稍微玩一下這個HDMI連接的部分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HDMI,我們再稍微玩一下HDMI連接的部分 像是我們這個發送端的部分,這個是接收端,這是發送端 發送端現在是用相機連接到發送端 現在發送端又可以直接loop out,直接輸出一個影像 所以我們這個螢幕就可以直接掛到我們的相機上面 這樣就可以做即時的監看 你在拍攝的時候你也可以有一個螢幕看到你在幹什麼 拍攝的時候鐘 拍攝的時候你自己也可以看到一個即時的影像 接著我們來玩一下我們接收端的部分